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做一個 煎一個那個頂鍋 給大家看 我不曉得你們大家還有沒有年糕 但是我自從去年 就麻煩我那個堂哥 幫我做那個年糕 玩得好想 因為我蠻喜歡吃年糕的 所以我去年跟今年的話 就麻煩他做 做的時候客人也買了很多 但是我自己也留很多 為什麼 因為我平常就很喜歡吃年糕 但是我的年糕 跟一般的人的肩膀都不太一樣 因為我媽以前那時候工作很忙 他們都在做殘寸 都很忙 所以我家的那個年糕 從來就很少像一般的出品陶味 阿姨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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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肩膀 因為很多人都要在用那個麵粉 打雞蛋這樣弄 因為我媽沒有那個時間的 所以後來我媽媽有一種煎法 她煎那種煎法的話 真的我個人覺得非常好吃 所以我媽媽煎那個年糕的煎法 完了以後我一輩子都記得那個味道 記得媽媽那時候還在的時候 每當有年糕或幹嘛的時候 她會煎給小朋友吃 小朋友也超喜歡吃的 而且阿嬤阿嬤的話那個煎起來 真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我當然是更簡單一點點 但是也應該是差不多了 起來味道差不多是一樣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示範一下下 我家老媽子煎的那個年糕 為什麼會讓我一輩子永生嗎 為什麼會 現在一點我已經四月多了 已經清明過後完了 為什麼我還有年糕 因為我故意留起來 我故意留起來 故意留多一點點起來 我隨時想要吃的時候就有 年糕的话 如果你要买冬的时候 那时候又软软 软软的时候你如果摆完的时候 我会先把它切开 切了一片一片一片 完了以后你把它放在那个冷冻库里面 就放在冷冻库里面 那你想要吃的时候 它随时就是这样一片一片一片的 随时一片一片 所以你随时要煎的时候 就拿几片出来 放在冷冻 真的你包多层一点的话 起来的时候真的 放多久都可以 放多久都可以 所以我就故意多留了好几碗起来 我就把它弄一弄 完了以后 现在你羡慕吗 如果羡慕还是记住 你们家如果还有年糕的话 你们觉得我有这样的方法还不错 你们可以来试试看 我现在就开始来用 你看那个鸡蛋 鸡蛋我会先打一颗 鸡蛋先打一颗在旁边 鸡蛋先打一颗在旁边 鸡蛋打一颗在旁边 鸡蛋先打一颗在旁边 等一下的时候 来 先打一颗 随便打一下就好了 随便打一下 那我先把它热锅 热锅 我刚刚有弄了一点东西 所以你看我锅子是有点油 你先把它热锅 来 我把这个调一下 不要看到我的脸 脸太丑 来 OK 我先把它热锅 热锅等一下 稍微把鸡蛋打一下 很简单的 我做的都很简单很简单的 因为我这个人很拼 不是很拼 反正我这个人 就是觉得 反正东西吃到肚子里面都一样 只是这个过程起来 越简便越好 我们不会去觉得 做热锅很热锅 觉得它在做热锅很热锅 不会随便打一下就好 不一定要打得好认真 那个一锅热了以后 倒一点油 倒一点油的话 我妈那个做法的话 是要一点点的姜 姜 我刚刚有这个弄过了 姜 我这个应该是要 对 先把姜 来 姜一点点 我把它切了姜末 姜末 加两片左右 切细一点姜末 姜末先下去 姜末先下去 如果你不想要把姜末 顺便吃掉的人的话 你也可以 也可以用大皮 你把它弄掉就可以了 但是不会啦 你把它弄一点点 现在的姜也不会热到一个泰骨 不会苦到一个泰骨 OK好 火不要太大 因为我们那个有冷冻过 所以火不要太大 就是那个 因为我们这个黑茶 滴过去从冷冻拿出来的 因为我刚才想到说 我要吃年糕 所以没有特别把它拿出来特一瓶 但是无所谓 反正你下去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这样 就这样 对 就这样 开了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这个是白年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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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那个多留了一些红豆年糕 因为我想要吃年糕的时候 真的就想到就是把它抓出来 想到就把它抓出来吃 因为我这次这个是有冷冻 我刚刚突然间想到我要吃年糕 所以才去把它拿出来 要不然的话 如果今天早上要吃的话 你昨天晚上先把它拿几片下来 比如像我现在是五口碑 我等一下加一颗蛋起来就差不多 你可以先昨天晚上的时候 先把它放到冷藏 今天早上来煎的话 那这个速度就会快一点 可是其实这样也很快 这样也很快 已经在软 已经在软 不用多久了 真的不用多久 超简单的 而且你也 像我就不习惯用那些什么 用那些什么 油了一大锅油 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米粉 还有什么 道具没那么多 你用完了以后那些油 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 丢了浪费不丢的话 你下次又再回过油 所以我的做法大概都是这样 每一年的年糕 我都会塌上 都一点点这样吃 人家真的会这样 真的很好吃 应该这个过程起来 如果说应该的话 其实也不用十分钟 只是说我这个年糕的话 是从冷藏库拿出来 要慢火一点点 让它稍微弱 稍微温手一下下 你们家的年糕今年吃完 应该有的还没 都还从来冷藏库 朋友们 你看看如果说 我这个方法还不错的话 那你就可以来试试看 很棒的吃法 非常棒的 来 应该可以 压下去啦 压下去如果一点点软软的时候 我这样子还一点点 它再一下下 如果它压下去的时候 软软的时候 对不对 你就可以 就可以给它翻面 就可以给它翻面 好 如果说还没有很软的时候 就稍微再等一下下 应该可以啦 我都会先把它翻过 因为我这个个性极 我觉得还没有很软 我就把它 等一下再多翻一遍就好了 摩擦 一次不用煎太多啦 因为煎太多 你等一下也吃不完太腻 所以你像这样的做法 把它保存起来的话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想吃的时候 就拿几片起来 想吃的时候拿几片起来 快好喔 今天早餐快好 今天就把那个 馒头用这个来带去 所以 馒头蒸了的话 可以下午那一盘才吃 第二盘才吃 我现在吃的 早上可能就用这个来带去 虽然比较甜 当然是不怎么好 但是sometimes 再煎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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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已经两片都稍微再软了 两片都稍微再软了 把你的那个馒头在冰箱 不要再再再再再电锅 馒头再电锅 我还没有拿出来 看一下 那已经太软了 如果用用平底锅 其实 那个油一点点就好了 但是还好啦 如果吃一点点好一点的油 那也OK啦 其实油还是要一点点吃 还是要吃一点点 看你稍微再软了 拜託 哈啰 哈啰 已经太软了 看起来就好好吃 要不然 有些油还要搅一种黑豆 又是耍耍掉的生意 我麻烦它等一下再搅 要不然的话 那个真的太吵 像现在那个塑胶带的生意也是很吵 没关系 有些朋友跟你讲一下 那个是什么东西就好 反正它起床了就是 对啊 就是急着要吃 我刚前面的通通都已经把它准备好了 现在就是我想要煎年糕来吃 所以那又特别 嘿 想了这个东西 OK你看 软了对不对 软了对不对 你看刚刚这个鸡蛋 来准备了 准备了 准备了 等一下你看了 我这样子就把这个 这个年糕先拿起来 把鸡蛋先掉下去 完了以后 就把这个年糕放到上面去 就这样 剩下的 剩下的鸡蛋汁呢 也不要浪费 就把它淋在上面 对 哈啰 真的非常的快 等一下就有好吃的 你的东西 你鸡的淋下去的话 其实它就很快 为什么 那个鸡蛋很容易熟嘛 而且就是打散蛋 你看它这样子起来的话 你就等一下就可以了 哈啰 对 那我 那个那天在路跑 一点点的野芹菜 野芹菜我想说 就把它放到上面去 那起来也可以 可以 我看一下 等一下 我要翻面 哦 翻面 呦 这是比较厉害的 它是蛋液式 蛋液也行 早餐晚 哈哈 再把这个东西 淋在上面就好 把这些野芹菜 我这个野芹菜是 零食啊 零食 零食想到的 以前是没有这样 但是无所谓 都可以 把这都吃到肚子里面去 但吃起来我觉得 这野芹菜的香味也很香 就是这样 再把它翻一面过来 应该这样就可以了 我永远都翻不好 但是没关系 东西好吃就好了 我婆婆家吃年糕的方法 又另外一种 我下次再示范一下 不同 因为我以前的年糕 就吃了这样 还有就是用那个什么煎 用那个 用那个面粉 下去煎 婆婆她们家 婆婆家的话 那个年糕的话 的肩膀又不同 下次 我有红豆年糕 我再煎给大家看一下 红豆年糕 这个是普通的白年糕 那个红豆年糕的话 还有 我都想到的时候拿几块起来吃 你看看 你看看 有没有 朋友们 这个就是 那你如果 像我妈妈以前的时候 她会嗆一点酒 看一下 她以前会 嗆一点酒 一点点酒 好的时候 嗆一点点酒 增加她的香气 就这样 我个人我怕酒 我怕太燥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这样弄 但是没关系 今天给我们讲一下 要嗆一点酒 再锅边嗆一点酒 再锅边嗆一点酒 就这样 我来撑起来给我们看 太棒了 我今天才会加了绿色的那个 那个眼睛 好来 对面撑撑 等一下就可以当早餐 好 虽然早餐吃甜的不怎么好 但是我就觉得我很想要吃 所以呢 我今天就来煎这个凝膏 来 登登登登 嗯 这样 太好吃了 来 朋友们看一下 凝膏 凝膏 等一下真的真的很好吃 真的非常好吃 好香啊 对好香 敢吃麻油的人呢 还可以用麻油 但是我不想要吃麻油 所以呢 我就用这样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好吃 很Q很Q 尤其这个唐哥做的这个年糕 真的是非常非常Q 而且喔 你大概放个一分钟来吃的话 那起来更更更好吃 对 朋友们 我的年糕的吃法 那你们吃吃看 如果想要吃焦一点的人的话 他也可以吃焦一点 但是我不会很喜欢吃太焦的东西 我就觉得我好喜欢这样吃 所以呢 年糕齁 你们如果还没有吃完 年糕还没有用完的人 如果说 哎 哎 那钱很麻烦 那你就来这样子吃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OK 就是这样了 好 成功 我们下个那个红豆年糕的时候再见 我在弄个红豆年糕 因为那个就婆婆家的吃法不同 因为我是去年才知道 要不然我也不晓得 我婆家的年糕的吃法是这样 他也另外一种方法 还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 OK 那我们就这样了 OK 拜拜 再见 想吃的 自己弄喔 OK拜拜